哈尼,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,手上笔着心,天籁般的嗓音,再配上绝佳的容貌,一个带着抑郁风采的女子,就这样飘进了人们的心里,她就是哈尼克兹,可就是这样有着绝妙容颜的大明星,却在之后一度遭遇嘲讽,面临失业的风险,而且还传出蜡烛门丑闻,更是让她短暂的离开了人们的视线,哈尼克兹来自新疆咕噜木齐,本身有着绝佳的容颜,在舞蹈上也是多有练习, 可以说是能歌善舞,而她也是被众人评价为新疆四大美女之一,要说新疆特产美女,这句话很多次都让众人提起,这一次也是证实了这一句话的真实性,一提到新疆,那么帅哥美女肯定都是很多的,而在他们的身上独有的抑郁风姿更是不断为他们添了一份色彩,新疆地区出现了很多的美女演员,有名的就比如古丽纳扎,迪丽热巴,佟丽亚等等,而哈尼克兹也是其中之一, 那么她是怎么活起来的呢? 其实,哈尼克兹一开始的时候也是通过短视频来获得大量粉丝,在短视频中,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有着名模好齿的女子说着段子,不过在人们的眼里,也许段子比较普通,可是她却有着众人都羡慕的容颜,这自然为她的视野不断加分,就这样,渐渐地哈尼克兹就开始火了起来,其实哈尼克兹本身就有着很好的身段,并且她也在部队文工团中 有着两年的演员经历,这种经历更是让哈尼克兹本人善于舞蹈的能力锻炼出来,而在2018年,哈尼克兹正式签约太阳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,成为了旗下的一个艺人,并且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事业,哈尼克兹本身的天赋是很好的,而且有着滤镜的加持,在这个时候,公司便决定让哈尼克兹参加国风美少年的录制, 在这里,哈尼克兹真正的做到了异舞动人间,在录制期间,哈尼克兹跳的舞蹈一梦敦煌,身着华丽而传统的舞裙,再加上本身带有的容貌以及气质,都和敦煌文化符合,伴随着美妙的音乐,哈尼克兹带有着遮掩意味的面纱,纤细的四肢以及柔软的身段在舞台之上翩翩起舞,观众们好像看到一个敦煌仙子离开了壁画,神秘的敦煌文化再现人间,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 在当时也掀起了一股热潮,不仅仅是在国内,就连在外网上哈尼克兹舞蹈的点击量也是超过200万,可以想象哈尼克兹当时是有多么火,可以说是出道即是巅峰,真正的走在了人们的面前,可仅仅四年过去,哈尼克兹就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,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太多的关于哈尼克兹的消息呢?哈尼克兹难道是不在演艺圈了吗?其实是哈尼克兹遭遇了一次丑闻,演艺圈里想要大火, 真的需要靠运气,在哈尼克兹真正火的时候,突然爆出了哈尼克兹深陷小三事件,并且紧接着就被曝光出来蜡烛门事件,这件事的经过是什么呢? 要知道,哈尼克兹真正的爆火是因为签约的公司给足了资源,而这种资源的到来就为接下来的事情做足了铺垫,在2020年,这一年可以说是哈尼克兹的倒霉的一年,先是被曝光出来和陈赫油染,作为第三者,插足陈赫感情,这一件事情众人一听就觉得没有问题,因为哈尼克兹签约的是太阳川河,而这所公司的大股东就是陈赫,哈尼克兹有了这么多资源, 就可能是和陈赫在一起了,而陈赫本人也是有着这种机会的,并且他的性格众人也是知道,陈赫和张子轩还有前妻徐静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,很多人也都有了解,于是一时间哈尼克兹和陈赫都来到了风口,哈尼克兹本人的形象更是完全毁掉,要知道一开始的哈尼克兹是因为自身的清纯出名的,可是现在就完全不同,而且哈尼克兹和陈赫两个人之间的聊天, 哈尼克兹也是很亲密,哈尼克兹会管陈赫亲切的叫赫哥,这不由得为这件事情撒上了一桶热油,紧接着出现的事情更是火爆,这件事情让张子轩知道了,张子轩作为陈赫的妻子自然是十分生气,据爆料,张子轩很快的就将哈尼克兹送给了圈内的一个大佬,而两个人之间也是玩的比较花,因为蜡烛的原因被送进了医院,恰巧在这个时候,哈尼克兹本人也就是在医院中,这不就是 实际了,于是网友们纷纷议论了起来,至于口中的词语也就变得越来越污秽,各种非议朝着哈尼克兹涌去,这个时候,看着网络上越来越火爆,要是再不解释,那哈尼克兹不要说事业,就连自己的清语也都可能直接没有了,哈尼克兹紧急的就发出声明,表示自己当时的确在医院,自己的姥姥生病了, 来医院只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姥姥,不存在网友们说的各种事情,可是这种谣言早就已经热火朝天,众人也是身陷其中,面对着这种声明,网友们也只是看一看,并没有多加在意,毕竟这种事情即使澄清之后,人们也不会去深入的了解,所以事实的真相只有少数人知道,在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风波之后,原本的敦煌仙女哈尼克兹,现在在很多人的眼里,只是一个被金主包养的小三, 可以说是事业一落千丈,不得不说,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,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,凭借着舞蹈一时间火了起来,紧接着又是因为绯闻,一时间事业衰落,而紧接着哈尼克兹在浙江卫视跨年晚会上出现,这一次出现,让原本就被人们误解的哈尼克兹再一次受到了非议,作为主持人需要足够的专业知识技能,有着流利的语言以及带动全场的活力,可是哈尼克兹本身是一个演员, 在主持人的技能这一方面就不足够胜任,于是在场上,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一个面如惯玉的女子,可是她却非常紧张,经常会出现忘词的现象,而且在之后更是一直在看着稿子念,面对着男主持人的话语,哈尼克兹也没有办法随机应变,就这样,当时的场面一阵尴尬,而这一次,网友们依旧在网络上大肆评论,看着评论中的哈尼克兹只好表示了自己的歉意, 不过,要说哈尼克兹无能是不对的,在舞蹈方面,哈尼克兹不仅仅有敦煌舞的精彩表现,之后在元旦晚会上的舞蹈更是十分精彩,此次舞蹈将它最动人的一面展现了出来,让人们都再一次认识到了这个翩翩起舞的仙子,而网友们的评论也开始偏向正面,哈尼克兹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,而且在影视作品中,虽然哈尼克兹本身的演技 有着些许差距,可是这样的哈尼克兹依然为我们带来了很精彩的角色,在未来,希望哈尼克兹本身能够多锻炼一些演技,相信哈尼克兹的未来将是一片坦途。